一般对于早产儿来讲呢 我们都需要进行散瞳眼底检查 因为瞳孔比较小的时候 我们能够看到张相机的底片的范围是很有限的 那往往呢早产儿说明病变呢 很多是血管没有发育到周边 所以我们想要观察清楚宝宝底片的血管发育的具体情况 我们都需要对宝宝进行充分的散瞳 让他的瞳孔放大 然后我们才可以看到周边的网膜血管的生长情况 那其实散瞳对于宝宝来讲呢是比较安全的 而且呢我们一般来讲是常规散瞳 五分钟点一次点六次的散瞳药 然后点完六次之后呢 再等半个小时的时候 我们进行眼底的检查 而且散瞳药的作用呢 往往在五到六个小时的时候就会代谢掉 也就是说宝宝在第二天的时候 瞳孔就恢复正常 对宝宝呢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副作用 那很少数比较敏感的宝宝 在点完散瞳药之后呢 会出现比如说感觉皮肤潮热啊 呼吸急促的症状 但是呢这种概率是比较低的 而且我们建议宝宝在点完散瞳药之后呢 需要按压一下鼻腔 鼻子周围的这个鼻类囊 尽量减少药物在全身的吸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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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